在大陆正在召开18大这个时刻 我们知道大陆实力呢 在国际间当时持续在增强当中 所以现在看到呢 到底未来不管这个两岸之间的发展是怎么样 但是也有这样的说法评论出现 台湾时间恐怕不在你这边 时间不多的情况之下 要怎么样再运用最好的情况 能够掌握到最好的契机跟发展呢 这当然是值得大家来关注 这也考虑是领导人的智慧 内政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大家还能再等下去吗 马总统说在亚洲周刊专访也说到 真的了解到这个 不能再犯邮电双掌的错误了 未来的施政呢 要更加的一个仔细细腻 我们总统还在学习 他当了四年半的总统了 那很安内 我们给总统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常四位来宾来告诉大家 来宾与外员 我说几个这个国民党的所谓的大佬 马总统还是有时候把他们找在一起 大家开会向他们请教 第二个呢 把周围的这种圈子 真的再放大一点 把更多外面的一些 真正的财经人才放进来 主动推荐给陈冲院长 这个极具智慧了 这个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了 这的确这个时候是要广纳人才的时候 好 其实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 我们委员都还得这样提点 来 郑主委 一个国家的未来不能定位 在一个人的历史定位上面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那我想说国民党内部的问题 跟马总统内部的问题 我们还是很清楚说两岸不及是对的 那至于内政问题的话 在一档提的换内阁旧经济 很显然现在是国民党的共识 只是大家用别的形式 用换主席啦 用终身在交班的方式来表现 所以这一点上面 总统还是应该要好好的思考 换内阁旧经济是当务之急 迪寇姐 这林委员还在鸡飞城市 伤害党的形象 最近这番谈话之后 我对马总统真的没什么 没什么指望 因为他在亚洲周固的谈话 跟他那个在华人什么论坛里面讲的 虽千万人无王 也是相矛盾的 你看到一个没有一贯思考系统 跟执行力的总统 建议也恐怕也是浪费吧 好 迪寇姐不看好 庄老师 马总统最尊敬的就是蒋经国先生 其实台湾现在很多的经济成果 是在吃蒋经国时代的老本 为什么 他方向很明确 然后他敞开胸襟 广纳英才 让这英秀人才去施政 我觉得马总统在看到这些场话 继续小见面 他未来的经济 很愿意